日本的選美鬥美鬥好身材 而另類的選美真人秀做美人就剛剛相反 參賽者要挖出自己最醜的一面 連主持強尼、沈欣宜和蓮美娟都佩服他們的勇氣 而本身做直播主持的冠軍Stella 原來一直都很想玩真人秀 我一直都很想玩真人秀 我覺得自己很適合那些很開心、很團體的生活 之前TV有很多不同的展示 我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 而且好像都是肥 狀態、身體都還沒準備好 樣子還沒準備好 我真的剛好搜尋一下 然後看到這個姿勢 我覺得它是可以接納你覺得自己不好的東西 甚至是樣貌身形 我就覺得它很吸引我 我這次好像都不能說不 而對於三位主持都認為參賽者勇氣可家 Stella都坦誠 她最怕的就是打破飯碗又簽不回來 幸好最後都有名額入圍 因為我本身是做直播的 直播看來它有filter 但是你是要UIP穿衣服可以遮遮 我們又可以化妝 又可以就不同角度 但是如果你想我電視 以我的身靈 我乘達1.5倍 最大的勇氣就是打破自己的飯碗 然後就被人看到我是否真的做到這件事 在鏡頭前性格開朗 屬於心態好積極的參賽者Stella 原來面對地獄式減肥 決賽之前都一度想過放棄退賽 我真的三個月 我想是差不多100天 over 100天 我是沒有超過一個星期吃過正常餐 是真的好辛苦 但是我覺得 我的餐單好辛苦 但是我過100天我是不覺得辛苦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有意思 而且我覺得是我一直都想做 去到決賽最後 最後一個半星期我沒有吃過任何的品質 很辛苦 其實我後來去到我們不是經常排舞 然後我們很長時間 有一刻我是想說我想退賽 我是想說我很累 我覺得我自己都瘦了 我自己進來這個比賽 真紅梳也沒斷 然後我又瘦了 其實我最想要的得益我已經拿了 其實我又不是球員 然後後來裏裏跟我說我不行 我可以拿一部 我說你已經這麼大分別 你現在這麼健身 你不拿一部 你很虧 然後我就說 那好吧 我就馬上調整自己 然後再調整 除了想令自己變漂亮之外 Stella都坦誠 參賽亦都想向娛樂發展鋪路 因為她明白 做直播主持不可能做一輩子 以美和ViuTV簽約的她 就說如果有機會加盟 除了希望有機會 可以跟當紅的MIRROR和ERROR合作之外 更加會是強力做奮鬥目標 她們是爭取未跳舞 所以這個 做戲都做了很多 做戲 做主持 綜藝 然後她又很懂得說話 然後又可以帶到很多啟發給我們 然後唱歌又好聽 又可以做班主嘉賓 又可以做C2 又可以做評判 而另一邊商 雖然輸了給Stella 但Ice和Ann就坦然輸得心服口服 不過因為三個人感情很好 所以都有搞笑戶質 我都是波小 那我一定會被你們搶的波大 那些 不是鬥美的 想不及不漂亮的 在這個節目中 我去到中間 我都很想驗證一件事 就是 我不是大眼 鼻高 我又不是身材力老佛 那 我是不是一輩子都不漂亮呢 我自己當時 出來拿第二 我們就覺得 原來不是 而提起最後 都是輸了給Stella 她們再次包吐說 只是輸了上位的級數 你輸了 你輸了 0.4 原來她的波只是0.4 哈哈 這個比賽 也都告訴所有女孩子 其實你不是只有一個方式 而且不是只有一個導母 本身做演員的Ice 以及在演藝讀書的Anne 兩個人都承認 獲獎之後 加強了入行的信心 亦都希望有更多的演戲機會 Anne就說 最想和寧敏六合作了 因為我們本身認識的 我們的演藝堂 她永遠都會坐在這裏 很有…很有氣 頭條日報 16歲 Happy Birthday 繼續精彩